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多谢联系先君相助 能帮的燕爽公主一二 是联系的荣幸 我碰巧 今日与人间好友相约在此作画 就见你像施了魂一样的 站在雨里 这究竟是怎么了 也罢 我不再多问便事了 这些都是你画的画啊 我能看看吗 好你个灯胡子 竟然打燕爽的主意 阿九 你给我松开 联系 说 什么企图 姚皇陛下 我在人间观景作画 碰巧遇见燕爽公主 在街上淋雨 并上前相助 相助 那你画的什么 我一看便知你心怀不轨 小仙在白鸟岛寿宴上 见过燕爽公主后 确实对她的落落大方印象深刻 甚想结交 好 若说有憧憬之情 那自然是有 但确实不敢有非分之想 白鸟岛时候就惦记上了 还说没有非分之想 够了 你来这儿就是为了 找事的是吗 不是 你不是说有钥匙相谈吗 没什么大事 燕爽 我非有意来迟 只是我与封仪 确实有钥匙耽搁了 不好意思啊 回梨花小屋我再跟你说 知道了 因为什么事情耽搁得不重要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雨还没停 在下送你回去吧 正好我想去英族 画些风冻石 画什么风冻石 我跟燕爽熟 我送 以后离这些不熟的仙君远点 他们就没安好心 凭什么你让我远离我就要远离啊 我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想要什么 有几个朋友你了解过吗 我与莲心仙君一见如故 相交甚好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你对我一无所知 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燕爽 你怎么了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相要两届本就关系不好 我作为仙界英族公主 本来就不能老去你们妖族 难免落人口舌 风言风语我已经听够了 为了妖皇你的名声 也为了英族 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去找你了 我还以为你不在乎 什么仙妖之别 好 既然如此 便如你所愿吧 从此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保重 走 我再安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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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你怎么能强行驱动那单提升线力 若是万一有个闪失 便要功力溃散 若是伤到那单 便会断了线根 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 本想只有遮天散庇护 就能够静生半身 没想到失败了 静生半身谈何容易啊 如今要想快速提升仙力 恐怕 恐怕只想办法 另寻仙界内单了 这仙界 难道还有其他灵力极强 已故仙君的内单 已故的没有 可活着的 要多少有多少 反正那些仙君的自治不如你 根本成不了身 与其让他们庸碌于身 还不如为你所用 这样他们也算不白活一场 让我取其他仙君的内单 父王您这是让我 修魔 这只是一种修炼的方式罢了 绝对不行 我作为戴天帝却修了魔 这岂不有为天道 若是元启和凤隐知道了 他们岂会放过我 再说我这么做也如何对得起蓝风 对我的信任 只要你守住道心不入魔心 你还是那个如假包换的帝君啊 别人只看到你功率增长 谁知道这个秘密啊 一旦踏上捷径石髓之位 要守住道心谈何容易 姝儿 父王 难道 没错 我确实用了此法 如今我的先缘已经完全恢复 功力 也比以前增进了不少 虽然我修炼武功 但只要我隐藏得好 就无人知晓 你不是也没看出来吗 父王您这么做将我置于何地 我若处置您那便是不孝 我若不处置您那便有失功允 叔儿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这千年来 我若不尽快修复仙缘 又如何内外周旋帮你保住地位 可是不管怎么样 事情最有解决的办法 你为何非要偏偏选择修魔 父王这一身自知天命 也没什么报复 可你不一样啊 你是出类拔催的天之交 你是我做最后的希望 可偏偏弹上我这个 先缘尽损的废物父亲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诚惶诚恐 为了不连累你 我想尽了各种办法 可是都没有效果 所以我才 叔儿 你再想想 兰锋的身体放在玄冰关中 为何千年不服 那都是父王在用魔器滋养 父王修训魔宫 也是为了帮你复活兰锋啊 魔宫 可以复活兰锋 对 魔以万物为己 自然可以复活万物 父王不会骗你 叔儿 父王 父王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你 你